他不知对我们所有的保镖 所有的男人 他都干过什么 他长那个样子 他强奸猪 都没有人 有人强奸猪都被强奸他去 你知道他是什么 他是精神病 就马蕊那长相 他强奸猪 猪都被自杀 他找人家一个外国的老头子 还给人家钱呢 他拿钱去调别人去 他被强奸 他见了男的都想钱钱 他见了公狗都想钱钱 那个叫马蕊呢 然后上约炮网站 约炮网站 而且撒谎 偷钱 骗钱 而且呢 最后是让我们让他离开了 这个女孩是有神经病的 还有你找的马蕊小姐 马蕊你听着 你在美国干了啥 我们早就给你所有的取证完了 如果你不站出来 你把事实说清楚 那就接下来就对不起我郭文贵 对不起了 你爸你妈这种愚蠢 你爸你妈的这种自私 给了那点许诺 永远不会兑现的那些狗粮 会把你彻底毁了 董卿和人家将近十来年上床 将近十来年在一起 然后又把董卿给上了 霸占了一二十年青春全美了 没停也是 给威胁 严格讲是强奸的女人 还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李思思 叫主持人 也被长期给霸占 到现在也没说 到现在也没说 那我们这个中国其名大地产商 那是给我们范冰冰女士 大家都公知了多少年了 所以说 这个为什么人范冰冰女士 出门全是私人飞机 一打官司 这些人都要你来证明 像范冰冰小姐 还有这个许晴女士 那你得证明你有没有给她睡觉 你这个夏福这块有没有扒拉呀 她怎么知道啊 你这怎么会有个质啊 怎么会这样 她怎么知道啊 范冰冰女士 在右下侧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小疤痕 有一个物质 这个是 许晴女士 更是自己 我就不说了 你有身上一个更大的特征 就她这样的人 她能说 不睡范冰冰 不睡许晴 你比如说讲到很多就是说 什么口交啊 什么 包括这个曝刚芳这种类似的事情 特别遇到了这个坏女人 特别像王芳这个女人 说我真的 我不愿意评价这个女性都是 我是很尊重的 就你看这个人是个很恶的人 这个人啊 就这种人又耍嗲呀 就不择手段 这领导就被迷糊了 这就为什么能搞曝刚爆裂几次 是她也引诱 她都互相变态 你几次曝刚 包括这个杨岚做子宫癌手术 是很夸张的 她俩身上都有严重的性传染病 杨岚女士遭受了什么样的性虐待 导致了她子宫癌 在协和做的 最夸张的是 你看到杨岚也受过高等教育 杨岚一身为了钱 一身为了权力 高富权力 不惜代价呀 一身是病啊 连患皮肤病的男人她都给人家上床了 然后叫吴曾领了她 阳内外人给人家上床 最后搞成了感染性 泥烂性的子宫癌 杨岚两三次跟她打架之处 最后是子宫癌手术在协和医院 这吴曾老带着老婆去公关 她就叫杨岚跟人家喝酒 让杨岚跟人家外国人在屋里边搞性活动 就成了个性工具 叫性礼物 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一个杨岚一个主持人 一个个的李思思 一个个的董卿 这些女人 这是女妖啊 还是女受害者呀 是中国出了那么多打击吗 这就是女性命令人 我们做的女性 ay衣了 这就是女性上的角度 这是女性的主持人 那就是女性的灵狗 所以我讲到她的 112儿 用这些人独az解释